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友朋来访不意乐乎 今天的客人是谁呢 台湾导航会创办人东海大学物理系退休教授李亮清老师 于年轻时受到上帝的感召 放下在加拿大优良的家世背景 受国际导航会的拆派 依然带着妻子及三个孩子来到台湾宣教 而李教授与夫人虽然有着华裔的血统 但实际上在每家徒生徒长的二人 再到台湾之前是完全不会说中文的 因此近半个世纪以前的时工背景中 夫妇二人带着三个孩子 举家迁到台湾是极为艰巨的生活与文化冲击 李教授抵达台湾后 分别在台湾大学及东海大学物理系任教 投入校园的福音工作 把他人生中最清华的岁月 全部奉献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李亮清夫妇在服侍过程中 曾经经历当年年仅16岁的女儿过世的苦难 但神却在他们夫妻二人心中 放下了平安的雀具 若是神允许发生的事情 他们愿意坦然接受 而经理夫人确信 女儿与耶稣同在 是神国Aplus的好学生 夫妇二人虽然经历孩子过世的苦难 但这并没有成为服侍主的绊脚石 反而成为踏脚石 更坚定的服侍主 当年李教授也在东海大学 成立导航会备驾团企 带领的学生中 各个成为福音界的精兵 李教授所带领的第一批学生中 包括东海大学王茂俊校长 台中东海林良堂林金泰牧师 台中旌旗教会肖祥修牧师 台中基督徒荣中李拜堂 陈曾华长老等人 现年81岁的他 经过半个世纪的亚洲文化洗礼 现在已经可以说出一口流利的中文 蒙神的祝福 教授的身体也相当的硬朗 从台湾东海大学退休后 回到加拿大继续服侍 也服侍自己的家人 如今儿女们各有美好的家庭 共有15个孙子女 享受儿孙满堂的福乐 人在加拿大 但新系台湾的李亮清教授 与夫人Marian 每年都会返回台湾三四次 持续关心校园的学生工作 及台湾备驾施工的推展 今天我们就很荣幸有机会 在李教授来到湾区探望女儿之际 邀请到李教授夫妇二人 到节目中来做客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Ann 欢迎收看谁来做客 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客人 是台湾导航会的创始人 李亮清教授 以及他的夫人Marian 欢迎你们来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你 感谢赞维神 让我们有这个美好的机会 与你们一起在一起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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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开心你们来 那一开始我想请教你们 你们对学生的福音 非常的有负担 一直致力于传福音给学生 我想好像李教授自己 也是在大学的时候信主的 对不对 没错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信主的经历吗 可以 为了我也在大一的时候 跟福音也接触 我家庭不是基督教的家庭 所以第一次跟基督教碰面就在大学 对 在那个时候就信主 是你的同学传给你的吗 也可以这样说 我高中同学 然后在那个时候他关心我了 来邀请我去参加的教会 对 然后经过那个时间就认识主耶稣 真好 所以在那时候也认识了Marian吗 并不是那样 不是这样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所以跟Marian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这个是个神迹 是 为了我信主后 我改校去瓦斯顿大学读书 然后在那个时候 有个朋友介绍给他的妹妹 给我说她是个基督徒 所以我很高兴 希望有一天可以跟她碰面 果然到瓦斯顿大学的时候 碰不到她 可是这个过程是再来两年 才有机会 才遇到 对 所以神都预备了 对 我的这个安排 为了我比较害羞 也比较可受是属灵 因为我认为 如果是神的安排 我一定会跟他碰面 可是第一年过 都没有跟他碰过面 是 第二年过也没有碰面 心里会不会有一点觉得 怎么会这样子 有是有 可是到第三年我快忘记了 然后突然间在一天 我还记得是1959年11月18号 四点钟 我在一个我们的物理系的图书馆想到 我要注册 然后我把所有的书包到办公的地方 然后在排队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电脑 所以排队排蛮久 对 然后站在那儿 然后突然间有个很漂亮的小姐 然后我们排在我的后面 然后我就给他讲 你就是麦美玲 然后他觉得惊讶 为了他都不认得我 是 可是我 他的哥哥朋友 我都认得了 所以 就是这样开始有个接触 原来是这样子 我想 神的timing都是很完美的 好完美 为了也是那个时候 同一个时间 对 他也排队 然后也是 真的突然 为了再来一分钟两分钟就碰不到 就错开了 真的 真好 所以我想你们也宣教了差不多 快五十年的时间 是 不知道一开始你们两位是怎么样 开始有这样子想要去宣教的一个热忱 这样 可能 你要不要说明一下 没有关系 两位都可以 没有人也可以分享一些 对 对 你们先好了 为了我们参加一个 一个 动灵会 动灵会 是 然后 在那个场面 他就 呼召一些年轻人 我们在海当学生的时候 要满足这个大使命 然后 有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 是 然后 觉得这个就是神 要我们走的路 然后在那个场面 我们就觉得是要奉献自己来满足神经的大使命 是 是不是两位在那个聚会的同时都有这样子的感动吗 那个时候 李老师在Purdue 林索士班 我在West Coast 所以我们就要约在这个Missionary Conference 对 在University of Illinois 那里的 那个时候神也特别对我说话 可是第一天听那个Message的时候 是Dr. Billy Graham 说的 可是我相信那个时候神里没有很好的准备我的心 所以我听到这个进入这个耳朵 从这个耳朵出来 可是到第五天的时候 有一个Rev. David Adeny 所以他同样这个护照 说如果神要你无论去什么地方 你愿不愿意去 跟那个时候 圣灵就是非常在我心中做他特别的工作 所以我知道我要回应神的话 所以他呼召我们的时候 我就马上心里 圣灵就在我心里 就是要我站起来 跟那个时候 我一直觉得我 就是我一个人在站 可是祷告后 看到旁边的弟兄也有站 跟七千人 那个时候 全部是非常感动的时候 所以我相信这个时候 神特别日备我的心 无论他要我去哪里 我就愿意去 对 可是同时那个时候 我们也决定分手 但是你们实时要分手 为什么 为了感觉上 我们的关系 变成一般男女关系 那种的彼此相爱 然后觉得 如果不是神的带领 好像难分手 就觉得我们在这方面 要先去神的国 那个理由就分手 就神的国与神的义 对 后来咧 后来怎么又这样子 因为一次觉得 我就是要耶稣基督 当我心中第一个位置 是 所以没有想得很清楚 可是觉得可能那个时候 我不要把那个男朋友 放在我的心中 是一个位置 所以 我觉得神就是必须我这样子做 可是很感谢主 他回到佩多 跟四个同学一起住 有没有一些男生一个一个 甚至用上他带领他们信主 跟我回西亚特 我是中学老师 是教英国文学的 所以那个时候也是辅导一些的初衷女生 是 所以很感谢主 就是让我以一个美好的时间 跟这些女生可以分享 分享跟栽培她们 真的很棒 所以非常感谢神给我们 这个离开的这种的机会 对 你们就可以专心地做自己的 福音方面的工作 后来就又在一起了吗 是 神还是把你们配在一起的 反正没有那个满足 如果不是神的带领 我们认为也可以分手 比较有那种的关系 所以感谢主 跟我上面六个哥哥 所以我看到他就是像哥哥一样 像弟兄哥哥 所以很感谢神 后来他回来念博士班 在加拿大的时候 我就在西亚特教书 他就在Vancouver 所以那个距离比较近 对 那你们是什么时候 都开始想离开美国加拿大 到别的地方去宣教 在那个场面 有一个宣教师 然后他一直描述东南亚的需要 对 我的很多年轻人还没兴趣 是 所以我也是个华人 所以我有这个负担 也有那个兴趣 对 在那个时候就开始考虑 这个就是神要我做的了 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决定 可能要到东南亚来 对 那为什么会特别选了台湾呢 有什么特别的感动 其实也并不是特别是台湾 主要是到东南亚来 本来我们想去中国了 可是那个时候 中国没有打开这个福音工作 所以我就往这个方向 为什么决定台湾呢 就是一个理由 就是我们加入一个团体 就是导航会的团体 对 然后他就在台中 对不起 在台湾开始 所以我们就也有机会到台大教书 对 所以我把这个面的连接 决定来台湾 对 我想您刚刚正好提到导航会 您是台湾导航会的创始人 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多分享一些 关于导航会 跟我们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导航会的功能就是 说是那个 《高洛西书》一章二十八节的过程 我们要传扬它 用主办的智慧来牵接 教导个人 在主耶稣里 玩玩全神引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的过程是帮助 不只是刚信主 可是变成一个门徒 对 不只是一个门徒 反正有教会生活习惯 祷告习惯 日常生活那种的习惯 可是也要变成一个工人 要把我们的一向交托给一些 还没信主 也带领他们跟我们一起同工 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 不止一两三年的事情 是 这需要长期的 这就是导航会的策略 是 那导航会通常 大概有从事一些怎么样的事工 我们那个时候 就比较从学生开始了 是 为了我们觉得这个比较容易推动 然后比较有前途 是 所以我想导航会在台湾成立了 就是从您开始到这么多年来 你觉得在台湾推动这个宣教的事工 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困难有需要 困难有需要 我们还有一批同工 不只是我们在台湾 对 然后呢 反正这个开始是文化 还有生活习惯都有了 我也带三个孩子来 哇 美人那时候也蛮辛苦的 神特别给我心里的平安 所以没想到 没有想到很多 就是 带了佩玲五岁 佩琴三岁 跟佩朱一岁的时候 三个女孩子 都还很小 那时候正忙的时候 是 可是 我知道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心中 给我们这个平安 因为我是美国土生的 我也不会讲中文 对 那个时候 也很感谢主 给我这个心里的准备 是 再到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 从美国去的 跟语也不通的 所以请你们很原谅我 因为我的中文那么长 不会 你们中文非常好 你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所以在那个时候 虽然觉得很辛苦 可是其实心里是很甘心乐意 所以做起来很甘甜的同事 是觉得来 很惊讶这个地方 跟人接触 会不会有很大的文化上的需要适应的部分 对 可以觉得很好奇 是 所以钱也没有看过 也不知道 我们每天要去市场买菜 对 我不会 跟美国文化很不一样 不是去超市 对 也不能跟他们沟通 我只是看人比较成熟的 跟他觉得要买什么菜 还是什么肉 是 很想买鸡 可是不晓得在哪里可以买一些鸡 后来听到声音 是 声音的时候 知道就是往那个方向 就引领你到那个地方 对 后来那些的卖菜的在市场就问 你到底是什么人呢 你是韩国人吗 我是 你是日本人吗 那个时候还没开始学中文 所以 你到底是什么人呢 不会讲中文的 所以感谢主给我这些很忘不了的经验 是 发觉可以用nonverbal来沟通 是 所以可以用牵手还是点头 谢谢 微笑 然后还可以抱一抱跟他们熟的 是一个很特别的传教的经验 没错 在这个早期传教的时候 你们觉得最大的欣慰是什么 在这段时间 觉得传福音的时候 最开心的是哪一个部分 反正有机会把福音传开 为了这个就是我们的负担 对 反正在台湾遇到的人 都不是基督徒在比较 不是基督徒比较多 对 所以像您如果去买菜的时候 也会跟菜场的人传福音吗 没有 我都不会讲 像哑巴一样的那个时候 可是发觉可以用别的方法沟通 不是用语言的时候 所以还记得卖水果的 胖胖的 对 就我告诉他那个时候 我就是要离开这个地方了 在旧北投 他就是很舍不得 后来就是两个人抱一抱 所以有一些很甜的经验 带孩子去那个nursery school 就是有两百个小朋友在一起 做一些小凳子在那里 好可爱 我在后面就是用英文来 来老师教他们 我怎么回家 就是跟他们一起 跟他一起学 对 开始学 那后来你们就到台中 到东海大学 我想你们在东海大学 开始这个校园团契 非常非常的多年 也带了非常多的学生信主 这么多年来 大概有多少的学生 因为校园团契信主了 其实那个时候很兴旺 是 在高朝的时候 大概每个礼拜有两百五十个 每个礼拜跟我们一起查经 那每年有三四十个会收习 所以这个可说是神的恩典 对 所以我们也在那儿二十年了 所以我认为最后 反正也蛮多了 哇 真的 有两百五十个人同时在这个聚会 你觉得在校园福音的这个工作上面 应该是怎么样来做会比较好 反正我们就从开始 就从几位开始了 是 我们有栽培一些领导人 对 然后这个过程大概五六年 才可以看到国校 是 所以开始是很慢 对 开始那几年大概在台湾大概五四年 只有二十几位跟我们一起查经 可是这二十几位 开始变成同工就发达了 变成上百了 对 我知道好像现在东海大学的校长 或是有一些很知名的牧师 以前都是你从团契里面慢慢带出来的 我觉得很惊讶了 我还记得我们也开个暑假训练会 是 然后为了学生在学期中都很忙 对 可是在夏天都没有睡 回家没有工作等等 所以我们就安排个暑假训练会 大概一个月的训练 我们就在一起 我们早晨就有工作 赚一点钱 来付我们的一些费用 是 然后下午就有谈到 怎么当一个门徒 就是培养一些习惯 每天祷告 背经 还有传福音 对 等等 然后晚上有一个陪领了 是 请一个人来帮忙 是 一个牧师了 对 然后在那一段时间 我们第一个私家训练会 只有六个学生跟我们一起 都是在 比较多在东海信主了 对 然后 40年后呢 这四位男生两个女生 我们觉得很惊讶 神真正要祝福他们 为了 他继续跟我们同工了 那二三十年 所以现在 近40年的一位 就是一个五分年 他是一个建筑师 然后他也开个家庭聚会 是 然后他也带出了一个寻教师 一个牧师 也从那个小组出来 哇 另外一个是林金泰 是一个本来在东海有一群的同工 是 在推动福音工作 然后 毕业后他就建一个教会 是东海琳琅堂 哇 是 现在他们大概有一千多人在那儿聚会 对 现在蛮多人 然后另外一位是那个陈正伟 是 他也是我们第一个全职的同工 是 然后他以后跟我们一起同工好几年 现在是荣中礼拜堂的主任长老 哇 大概有四百五百个人在那儿 是 而第四位就是 他往教育的方向 嗯 然后他有继续 我们也跟着他了 他去美国拿到他的博士 对 然后也有个工作 可是我们邀请他考虑回来 帮忙 对 然后也是个蛮好的机会 是 然后他就回清华当一个教授 然后在那里二十多年 然后从事学生的福音工作 是 然后他就变成 他戏里的戏主任 变成院长 变成代理副校长 是 然后就是两年前就被选上当东海校长 对 所以这四位我就哇 那四个很年轻学生 也有那么难干的安排 对 是 也有两位女生 一个平常 师母 一个师母在台北 然后 蔡修芳 蔡修芳 还有郭慧琼 他也是一个 广播 在东南广播电台 在那里有一个当一个作者 是 所以我们觉得这一批人 就是 变成主要同工在这个学生时工 是 为了这一群的人 他们关系非常亲密 然后信其他的同学来加入 对 然后就变成倍加了 是 这才从来的开心 是 真的看到你们花了很多的时间 在他们生命上的成长的栽培 真的就是看到他们的属灵结出这么多的果子 然后也去服侍更多的人 也感谢主 对 那这样 我想 很多大学生都是进到大学 然后开始认识福音信主 那是不是也会遇到有一些 可能毕业之后 离开了团契 就可能就也离开了信仰 有遇过这样子的学生 这个是个重要点 是 为了 如果他只是大学信主离开 对 他可不可以继续下去 80%会离开 哇 这么高的比例吗 是 是团契的统计 是 那这样应该要怎么样帮助他们 在离开校园团契之后 能够继续紧紧抓住主 这样我们的策略呢 就是邀请他们回来 是 回到校园里 跟他们一起同工 所以这些地方会继续留下来 所以我们主要的策略就是邀请他们回来 跟我们再来两三年 装备变成一个好像自己可以独立的同工 是 是 是 这样很棒 就邀请他们 他们正好也可以带学弟学妹 对 没错 为了 那个时候 第一个回来就不容易 是 东海 你回东海没有工作 所以从历史上没有一位毕业后回来过 是吗 对啊 哇 可是我们请两位 就是陈真彪眼眶汗回来 是 然后 下好我们的关节构深 然后 对 吸引他们回来当同工 是 然后他回来后呢 就有很多其他的生开始回来了 然后 发觉这个是不错 最终于有大概二三十个学生 对 跟回来当同工 哇 这次陆陆续续大家看到 回来的开了先例之后 就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回来 然后一代一代的把这个福音传承下去 没错 就这样发展 对 那这么多年你觉得这个宣教事工 你觉得最欣慰的是什么 最高兴的人 对 主要的一点可能就是 为我们带出来那一群的人 有继续跟随主 是 大概八分之八十以上 还是继续跟随主 感谢主 那再来呢 离婚的比率是很低 大概八分之二 在那群里 真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国校 超过 当时没有那个目标 反正 希望可以继续跟随主 可是 他家庭 工作 还有服事 都蛮顺 并不是 神也很祝福他们 对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方面 我们觉得很花得来 是 另一方面我觉得因为 因为你们两个的见证也非常的好 所以也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模范 我们很感谢神 我们孩子可以同时认识这些学生 是 因为这些的都在我们家 对 所以他们跟这些的哥哥姐姐叔叔都阿姨都 都关系特别好 都特别好 真的很感谢主 很感谢神 今天也很谢谢你们两个来我们节目当中 真的是好棒的分享 也谢谢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收看 有朋来访不亦乐乎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感谢上帝主 谢谢